是透過老師的介紹財銷這壹集 然後上FB搜尋 特別對共生公寓 然後怎麼跟地方連結有興趣 謝謝 先往前轉 這邊有兩個小姐 大家好 我叫湯瑋瑜 然後我是台南的 然後來台中工作 我們有在居住的環境有點像共居 在台中哪邊 南區的環境 然後我回家回台中 所有大家這些共生的東西 所以我很喜歡我們共享的經濟 太好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張宥珊 我是對選舉這一陣子 然後看了很多Facebook page 然後才看到 那就是想說 如果有機會台中或台北的話 然後有議題我都還算有興趣 我覺得要聽 所以今天第三題 然後其實那個共生的東西 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東西是 衛生環境的問題 就是他的衛生 還有他的清潔整體怎麼維護 就是我第一個想到的其實是 好 謝謝 待會兒一起講久會 一起會談到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來參加過哲文幾次了啦 對 然後我姓夢叫凡家 然後我之前住西區好一陣子 最近會翻回來 然後我工作就在這附近 在中學 然後白天的職業是社工的 謝謝 歡迎張宥珊 大家好 我是邱彥林 我想我應該是在場 聽眾當中年紀最大了 因為對這個共生共享 我想應該是議題有興趣 因為我也是在幻想 有一群的歐巴桑住在一起 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我就來了 我這樣子 太棒了 我是日語新業的喜勝峰 那我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台灣住宅 對一般年輕人來說 非常不友善 那短時間那應該有什麼 太大改善的空間 那我想說這個共舉共享 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個 我們說來有點可憐 就是一個自立自強的方法 對 所以這是有興趣 那如果講者對其他社會 就是那個住宅議題 有一些心得的話 希望他之後也可以分享 像以前從那個海沙路啊 古舍路啊 然後林肯大軍 到最近那個島大的 無關大島 就覺得說好像 對這個建商還有那個建材 房的工作通通不適合 或許需要另外開入晚上 好好討論這個 如果有想辦法有的話 就是說就是 大家有一些想法的話 就是給你其他地方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彥霖 然後我自己是學空間貝錠的 然後就是比較想要知道 久留他的運用模式 跟產業模式 然後跟他有沒有機會 在其他地方 就是被複製這樣 謝謝 謝謝你 大家好我是伊婷 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我今天在午休的時候 我突然就打開了PTT 我就按進去這個工業 然後我覺得好像很有趣 但是我有好像不是很熟悉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想要來了解一下 是哪個版 蛤 是哪個版 PTT 台中版 台中版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玉琳 大家好我是玉琳 我今天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很想了解他九樓 九樓裡面的生態或是 然後跟這位小姐一樣想了解一下 他的那個模式 模式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瑞琳 今天不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當然也 剛剛看到這個東西 當然不是很 對他們是很了解 那就很精怪而已 聽聽 謝謝 大家好我是我 我是中舊大學生 然後我對這一題也是不太了解 而且我也要寫這個 謝謝大家 好 大家好我是台中版 是不清楚我的成語 然後好久沒有太適合 然後今天難得有空可以過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東台的學生 然後因為 之前就有想過類似的 做的這種方法 因為你們是畢業是沒錢嘛 就很好奇 這個公寓的那個 運作模式 對 大家好我是東台的學生 然後我對共學開 其實沒有很了解 但是第一次看到公園這樣 我知道小高師很久之前 看過的就是育校最後的朋友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一個 Sharehouse的概念 然後我不知道說 但企業的公園跟 每次去點的模式 是不是有怎麼樣 或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現在 大家好我是 楊總理 然後我也是 乘入台中的志工 那今天我們要談這個共生的公園 那九樓它有一個 已經開創出一個很新 也許在台灣算是一個很新穎的經驗 那其實我們最近 我們在台中或我們自己在中區這邊 我們也有一個新的團體 我們叫做好民文化行動 那我們其實也是 類似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 從社區的行動裡面開始 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 不一樣的視頻的文化 那包含說我們也在尋找一些據點 那也希望透過這些據點 然後透過每個有不同理想的視頻 可以在這個據點裡面 發散出他們的想法 那我覺得當然這根則 我們在做的事情也都很想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公共性 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大家都聽過一句 最近前陣子很流行的話 叫做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所以我們都知道 台灣普遍存在一個 對於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比較屬於個人層次 個人層面 可是其實我們在這幾年 我們也看到 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對一些社會議題也開始在關注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整個我們整個社會越來越好 是因為它開始關注到 更多公共的事情 包括我們從生活當中發散出來 我們生活當中遇到的問題 不再只是我們個人 變成一種公共性的問題 所以居住這個問題 可能看起來是很個人層面的問題 這其實是尤其變到 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年輕的這一代 我們看到這種的買不起房 看到這個土地炒作的這麼嚴重 回應到我們自己 反應我們直接最切剩相關居住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說 九樓它是造 這就是一個社會創新的經驗 然後我覺得 生物種社會才要說不出 因為我們台灣人就是 那個政府做得不好 台灣民間社會還是總是會想到辦法 然後最後我再打問 然後因為有朋友說 原來台中有折武 歡迎來加入台中折武的職工團 好 謝謝 謝謝 是之前有看過 有的爆炸 然後想丟在 那關於 今天這個角落 就是待會那個嘉義主持 他可能還會再跟大家講的 比較多一些 那其實我上個星期 在預告這個講題的時候 當然有朋友提到說 我們現在年輕人 是買不起房子的嘛 所以共生共聚 可能是一個選項 那還有我另外想到就是說 脫育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看那個文案上面 是有寫到說 1960年代 當辦是有一群媽媽這樣 可是現在想想 還滿滿性別不正確的 因為育兒並不是媽媽的責類 就是說他應該是 當時他們是想要解決那個職場媽媽 就是小孩脫育的一個問題這樣 當然我們現在比較進步的想法是說 其實育兒不只是女生的事情 應該是雙方 父母共同承擔的事情 可是其實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台灣 就是可能 勞工是很血汗的 就是之前有一個那個新聞報導 包大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台灣的學生 比起世界各國 上學的時間是最早的 然後放學時間是最晚的 包大有沒有聽到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從小就血汗學生 然後就跟血汗勞工無縫接軌這樣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好像父母親無法好好照顧自己的小孩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是一群朋友 我們打破那個傳統協議的關係 是一群的好幾個家庭組在一起 共生共群那個觀念 也許也可以關照到就是脫育啊 就是政府沒有做好的地方 也許就是民間可以一起來一起來做這樣 好那我就把那個 我就請主持人家一堂 謝謝